澳洲牛省帕拉玛塔市華裔市議員胡玉銘 因為支持法輪功多次受到中共駐雪梨領館的要挾 根據法輪大法明慧王的報導 去年6月 胡玉銘和帕拉玛塔市長 帶隊去中國兩個城市以及台灣訪問之前 雪梨中領館找他說法輪功是非法的 並且對他提出了兩個要求 第一 是不能參與支持法輪功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活動 第二 不能參與任何所謂涉及政治的法輪功活動 不過胡玉銘告訴雪梨中領館表明不會理會中領館的要求 胡玉銘說法輪功在澳洲是合法的 作為一名市議員 他有權在自己的國家參加社團活動 沒必要經過任何人的批准